好 謝謝 我是苦勞網記者孫雄林 那個 好像那個 因為苦勞網作為發表 我這一系列文章的一個平台 好像應該要稍微講幾句話 所以說就把我拉出來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的 這一系列的評論大概是 浩中跟議題大概 開始去串了一些朋友 一起做這樣子的寫作 那在苦勞網其實也算是一個 蠻實驗性的做法 那作為一個在 這些文章在這邊發表的平台 其實苦勞網大概第一個扮演的角色就是 有點像發表一本新書 然後一個出版社 出來那個 等於說是稍微講幾句話 表示說我們作為一個主辦這樣子的位置 那除此之外 其實我認為在這一陣子婚家的討論 跟大概引起這社會蠻大的一些爭議的下面 能夠提出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這個也一直是苦勞網 作為一個 我認為是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每界 所想要扮演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也在這邊 希望說藉著這樣子的一些不一樣的想法的提出 能夠刺激更多的討論 那至於我自己本身其實對這個議題 真的有兩個鐘頭以上的東西可以談 但是剛剛被限制發言的時間只有兩分鐘 所以說我就不先講我自己的想法 有機會的話用寫人來跟大家做更進一步的溝通好了 好 那我就在這邊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來這邊一起採取討論 謝謝 謝謝孫總理 今天大家冒風寒坐在這裡 心裡面一定是有所期待的 想要聽聽所謂的回家廢婚派 會說些什麼東西 那據說這是一些不想結婚 不肯承諾害怕成家的人 寫了一堆既抽象又咬文嚼子的文章 說了一堆完全和此刻社會現實不大嘎的理論高調 反而扯後腿地破壞了同志運動多年努力爭取的同志 婚姻平權的成果 讓婚家同志在和宗教右派的辯論中 四倍受敵 這是氛圍當中很多人講話的方式 可是護家和婚家之間真的有在辯論嗎 有對話嗎 好像也只是比誰的婚姻更神聖 誰更愛護家庭 再不然就是比輿論 比宣傳 比表態 比聯署 甚至王勝仁還建議用公投來仲裁 雙方看似這個護家派跟同志婚家派 看似好像是攻防激烈 人身鼎沸 卻沒有太多的對話和辯論 也沒有能夠對於婚姻制度的內涵和意義增加更多更深的認知 最後只能用情緒回應情緒 用跳針對付美江 可是想像護家庭的寫手們是很有心的 他們企圖去生根婚家的議題 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各自寫了自己的觀點 大家在苦劳網上可以看到 累積對這個議題的思考 那今天上台的其實只是這一陣子寫文章的一部分人 那已經發表文章的其實還包括了陳奕婷在哪裡 即使不在台上至少舉個手 陳奕婷 瑞比特 小兔在那裡 然後還有連伯漢也在這裡 這些都是已經發表的文章 可是這次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就忍痛割案 說不定下一輪的時候就該他們了 那為了今天的論壇 上台的寫手們 各位他們又寫了新的發言稿 大字真快 繼續探究婚姻家庭的歷史、社會、權利、經濟功能和情感結構 那像這樣的努力開拓 不斷去嘗試要徹底去改變社會結構和實踐的可能 比起只是能夠說同志民權來講 恐怕是更有建設性 或者破壞性吧 那接下來我們先請整合這次討論 規劃文章書寫的苦勞網記者之一王浩中 來大致上來談一談這個可能應該講一下 想像不家庭這個專題的緣起 然後他自己的發言題目 則是婚姻、協限家庭、解放或者改良 我們歡迎王浩中 謝謝大家 天氣很冷 還有這麼多人 有點很高興 好 那個 我先從我自己開始 比較在今年開始寫這個題目的一些動機 開始講起好了 大家知道年終6月26號的時候 就是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廢除聯邦東馬法案嗎 那那個時候 現在在場各位很多朋友可能都還可以回想一下 當時我們在臉書上或者是社群裡面感受到的一種氛圍 我自己感覺到的是被一種歡天喜地包圍 那我自己打開臉書上 我有一些朋友在美國的 那他們可能當天 白天就去了最高法院的廣場前面 在就是要盯場看那個法院的判決 那晚上他們去參加party 慶祝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在台灣的朋友分成幾類 那有一種是可能在同時遊行會碰到面的朋友 那他們都處在類似的狀態 那有一些可能過去一起走在遊行的時候 大家對於婚姻家庭的看法是非常多樣 會有一些質疑的 那甚至通常多數像 可能跟我同一輩的一些朋友 一些同伴 自己可能覺得不會結婚或者會不婚 好 實際上過去也沒有太投入到 追求婚姻平權的運動裡面 但是在東馬廢除的那個時間點上 好像大家就理所當然的共享了這個成果 跟那個快樂的氣氛 好 那下一步大家就問說 什麼時候輪到台灣呢 第二種朋友讓人比較尷尬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社運圈的朋友 但是他們平常不見得關心性別的議題 或者一些以前的老同學 自己私人的朋友等等 他們聽到這個消息碰到面 臉書上有過交流 就對我表演祝福或恭喜的那種 就是讓我很難不知道該怎麼對待這種祝福跟恭喜 然後我一時之間也忽然發現 有一個說法對於婚權啊 就是說 比如說 你過去決定不婚 但是你的這個不婚是無效的 因為你其實是不能婚 我忽然發現原來我的那個聚婚會被這樣子做解讀 好 就是我從來也沒有想過 例如說我拒絕人們敘奴 使用奴隸 原來我沒有這個資格 因為我根本沒有權利遜奴 所以我必須要先有權利遜奴之後 我才可以表達我對於遜奴的反對 我忽然驚覺到這件事情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我沒有資格那個反對婚姻 就是我面對到很多這樣的聲音 好 所以我的動機是 我無法同意這個說法 然後也沒有辦法分享這個快樂 那 所以六月的時候 大概就今年年中的時候 開始寫了一些婚姻家庭的文章 發表在我服務的媒體上面 那文章出去後 當然獲得一些回應跟也有批評 就是現在大家在苦勞網上 都可以回去看這個討論的對話的過程 我就不再重述 那寫作過程其實造成了一些 零零星星的一些人的匯聚 最早其實是洪林 就是又跟洪林 有一些私底下對於這些議題的交換意見 本來就會討論一些對於運動的觀察 那後來我們也注意到 這些東西其實在社群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也就是說 並不是在表面上 比如說我打開電視新聞 看到支持與反對這兩種聲音 而是其實 現實上 社群裡面是有複雜的聲音的 然後在臉書上 在各個大家的部落格 也看到很多人寫了一些 不同於這兩種聲音的以外的聲音 那有一些也試圖投稿來鼓勞網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 與其讓這些聲音 單點的 分雜的出現 那不如把它串接起來 那那個串接其實就不只是 文字跟論述的串接而已 當然也是人的串接 就是作者就串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大家就聚集了幾次 討論交換意見 然後也分工 對那個議題 做不同的那個主張的分工 大家分頭去寫 那就出現了大家現在看到的 系列的專題 那現在如果回頭來看的話 可能不只是我沒有辦法 分享那個快樂 我們的工作可能也造成 很多人很大的不愉快 對不對 是吧 今天的座談因為可能不預設 大家都讀過文字 所以我也花一點時間講 我寫這個東西一開始的一個起點 那它不全面 寫的東西可能很包山包海的 但是因為與它很多 所以我只談這一點 就是我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起點 是來自於勞動這件事情 特別是家務勞動 那大家近年看 社會運動其實一直跟工資的問題 有很強大的關係 可是一般我們不會覺得 一個婚姻家庭會有一個性別的議題 跟工資它有什麼關聯 那其實現在年輕人普遍面對 22K啊 無薪實習啊 低薪啊 那個勞動啊 就是那個實習勞動 然後賓錢等等的 這是很普遍的狀況 大家在做大學生研究生 未來畢業馬上就要面對到的 那社會抗爭也經常談論這個主題 那我的切入點其實就是 從一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角度 來理解工資的話 就是說商品的交換價值 就是它再生產這個商品 所需要的這個 花費的這個成本 所需要花費的這個價值 就是工資的來源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 勞工作為一個勞動力 作為一個商品 它的再生產價值也決定 它的交換價值 就是說你購買一個勞動力的價值 再生產這個勞工的價值 其實就是它的交換價值 就是再生產一批勞工所需要的價值 所以呢 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說 就是譬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再生產一個勞動力 其實需要一些什麼成本配置 我們可以很直覺的想 比如說教育 教育費用 可是現在的教育費用是資本家出的嗎 不是他把它配置出去的 我們現在每個人自己講學費 高額的學費 在做有私立學校的 你可能要付學貸 你畢業有上百萬的貸款 就是雖然說你受的這個訓練 未來是為了要提供給資本家 作為這個在產業鏈上面 做服務的技能使用 但是呢 這個人力培訓的成本 你自己吸收了 好 那麼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除了 除了教育以外還有什麼呢 當然我們知道 家庭扮演的功能 就是很多 包含 你吃飯 誰煮飯給你吃啊 你不會餓著肚子去上班吧 你在家裡要 要讓你能夠煮飯 洗衣燒水啊 然後甚至說整個 集體的勞工 要有下一代 這個產子 育幼等等的 情感的 人是情感的動物 回到家需要親密 有愛 有福衛有愛 等等這些 這些不管是體力的 或者情感的勞動 是目前 資本主義社會底下 婚姻家庭在 扮演的這個功能 或角色 也就是說 我認為跟教育 其實基本上一樣 就是 這些 這些成本 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不管是由我們付的學費 或者由我們的家人 無償提供給我們 其實是 目前這個 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配置 也就是資本家不需要去 負擔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總結 就是說 現在目前 資本主義體制的維持 是 資本家持續 不